如果照國民黨設定的框架 柯文哲被國民黨吸收去當固守 你看有多少柯粉不投票 我們現在在做總統的連署 大概有超過200個以上的站點 只要柯主席願意 所有連署站點 立刻可以轉成類黨部的組織 這都是乾淨的人力 乾淨的組織 郭台銘怎麼去看 現在所謂的藍白和 我只能說國民黨真的太粗暴了 不只是五月份那個徵召 包括像我們參選以來各種的惡意攻擊 也包括攻擊了柯文哲 柯主席 柯主席從很早以前就說 不應該是權位的分配 政治應該是價值理念的討論 如果國民黨從前陣子在操作什麼 藍白先河啊 侯柯配啊 對不對 而且越放話越嚴重 你有沒有想過 柯文哲的支持者 有很多都是對藍綠兩黨失望過的選民 那你如果照國民黨設定的框架 柯文哲被國民黨吸收去當副手 你看有多少柯粉不投票 拒絕投票 甚至有些還說我乾脆投賴清德 不分區的政黨票 是不是會掉 搞不好民眾黨的不分區會被殲滅啊 然後再來 柯文哲主席在地方發展這一塊 你覺得朱立倫會說 來來來來來來你跟我合作 我切一半的地方組織給你發展 不可能嘛 你用膝蓋想都知道 我們現在在做總統的連署 我們在全國有超過100多個站點 如果再加上民間加盟的 大概有超過200個以上的站點 我坦白講啦 只要柯主席願意 所有連署站點 立刻可以轉成類黨部的組織 而且這都是乾淨的人力乾淨的組織 不是國民黨的 因為國民黨是不敢在這個時間點跟你決戰民調 請注意我講這個時間點 在國民黨這些人 為什麼他硬要操作侯科沛跟藍白河 他就是賭我國民黨 有多少席的縣市首長 有多少席的立委 對不對 所以你柯文哲 你沒有陸居 你沒有區域 我國民黨整個基本盤歸對 越來越壯大 再過一個月 你們柯文哲 不是說中秋節的時候 說要來比民調嗎 我再過一個月 我侯友宜超過你了 我們就來比民調 柯主席你上個月說過可以比民調 輸了退選 所以我當時立刻出來喊咖 我說智涵 你先回去跟柯主席確認一下 如果你們只是要一回合的過招攻防 我認為這是高招 你真的把國民黨半天之內就逼退了 可是你在戰略上 你在自家門口埋了一個地雷 你給國民黨一個一個月之後 硬比民調的正當性 那這就是柯主席最討厭的就是 不談價值理念 只硬比民調